各位老早 今天是這個深港福安國的安贏了境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這個安贏了境的整個歷史 或是有什麼特殊的習俗 那在這個安贏了境我們怎麼去決定這個安贏了境 就是每年那個農曆三月二三媽祖過後 就會選一天來拔杯 那去決定這個了境的時間 那因為現在那個年輕人平常都要上班 都只能週末來幫忙 那媽祖也很靈驗 每次拔杯都會就是拔在禮拜六或是禮拜天這樣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有編號 第一個是神通 紅丁 紅丁仔 如果在深港這邊叫紅丁仔 然後最後一個是 還有看到這個姓大樓跟田雄姓廟的這個轎子 吳安宮 那這個安贏了境 它就是主要一年會有一次 大概是選這個農曆四月的時候 然後不同於這個其他政討 是當三人幫 只有四個方位加一個長領 這個神通總共有12個長領 分別在這個神通整個祭祀信仰圈的外圍 紅頂啊是什麼意思呢? 紅頂啊,先講神通好了 神通是整個隊伍會排在最前面 神通也是跟媽祖阿娘聊天 擲哪一天要聊天的那天也會決定神通 擲神通,各位有看到這個寫十九傳 不過你看紅頂啊後面是接十八章 這個擲神通跟紅頂的時候 我們是整頭下去擲,不是傳立 那神通就會今天早上 他就會先來佛安宮 有一個當紀 他先去提供電聶洞 玄 ling牛成紅林到玉族 我會掌握在高級的武指山上面 那紅頂啊呢 紅頂啊不是說紅頂、綠頂 過馬路怎樣 他是先峰繞進的時候 他現在遇到 要馬上,趕緊的處理的時候 紅頂啊就可以代替那個神通的位置 繼續引領這個隊伍往前走 通常押后的会是圣大楼 圣大楼是什么啊 圣大楼也是山港 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楼住的制度 那这个大楼先讲 它拨它是会 今年它会决定三年后 这个大楼的楼住船 船历 这个霍安康它的祭祀信仰圈头 是有14个村跟 这个一个和美的湖内里 它是延续以前这个 德以新普十八庄 这样古代的一个这个聚落的 范围 所以才会有一个 好像是在隔壁的乡镇 但它又是这个 深港福安宫的一个祭祀信仰圈 那这个传例 刚刚讲这个是正头楼 神通是正头楼去拨背 圣大楼它是传例去拨 为什么呢 它其实以前据说也是正头 不过这个人越来越少 其实一个正头 它没办法去维持 一年要去服务福安宫的这个 比如说 八祖先啊 还是说得到升天 还是说葡萄 这些贵泥 种种的开销 所以后来就改成这个传例 它可能一个村子 一个礼 它有两三个正头 这样 那为什么要决定三年后 它其实 你这些三年以来 你就可以把村民欠一些钱啊 或是说 称一些 豬公啊 油公啊 这样 那刚刚那个 上圣大楼 上圣大楼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大楼 拨回来 这个好安宫的时候 你就可以抬地堂用啦 去 请这个 新盆好友来吃 好安宫的 百姨 刚刚有提到这个 深港福安宫 它有十二的大楼 稍微比一下 给大家知道 这边是百姨 东姨 东南姨 然后 南姨 那有些鸭桃 它可能没有特殊的名字 它就可能是 它在哪一个 巨肉 哪一个增桃 它就会稍微标一下 矢增啦 产位啦 甚至是这个海边 这边是这个海边 可以看到很密集 有四个鸭桃 很密集的四个鸭桃 这个鸭桃 它设置 它通常都会在这个水边 还是 水沟旁边啊 或者是这个 这边有一个菌 有一个这个菌 菌 鸭桃的这个旁边 它其实就是让这个 水可能会比较有不好的东西 让它们 不要进来这个福安宫里面 福安宫的这个 祭祀信仰圈里面 就是维持整个这个 全杠的这个 平安这样 像各位有看到这个 有好几个 大概二十 二十三个宫廟 它在前 前三天 它就会把那个贏金 贏金啊 或者是金子 一些这个 贏金需要的东西 送来福安宫 那之后福安宫会去分配 刚刚有十二个银头 有不同的村里 它就会来领这个 金子这样 然后待会我们去鸭桃 就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都知道福安宫在几年前的时候遭遇了那个出荣之灾 所以呢 小河 现在正殿的这尊妈祖 请问是当时候在庙里的吗 还是是 因为就我所知好像庙里的妈祖娘娘就是都升天了 那现在正殿的这尊妈祖是 现在正殿的这尊妈祖 刚才看到她的脸比较 比较丰润一点 这个是刚刚提到那个相大楼制度 就是大概四五年前妈祖 抽到这个柱容 得到 像是那个整个神像 连开机的都一起升天的时候 那时候就赶快从这个楼柱 相大楼的这个楼柱穿 赶快把这个楼柱嬷请回来这个福安宫 当做一个临时电点 也是一个信仰的中心 那之后再刻一个新的楼柱嬷 给这个 轮到相大楼的枕头这样 哎呦 你看她的那个 脸是比较丰润的 由此一说 是说 那个 川明 每天都很热情 都准备很多贡品的楼柱嬷来享用 所以她的脸就比较丰润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现在关于福安宫 她整个整修的进度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后一点 好好 带大家看一下 可能有一些朋友 没有办法来 让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其实现在整个绕镜的队伍已经出门了 那我们看到 哇 其实 修复的 现在整个福安宫 妈祖的 妈祖电 后面是提供电马 那当时又招到祝容的是 妈祖电这里 电电的 整个开机马 跟 我们电电马 都 升天了 那 现在是整个修复的状况 是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来福安宫 小河同学跟大家介绍一下